大家好 大家看到鏡頭是牛肉 這是新鮮牛肉 加上急凍牛肉 這是新鮮黃牛肉 我本來沒有打算開急凍牛肉 但這個新鮮黃牛肉實在太貴 一瓶一瓶 45元 我估計那裡有4兩 4兩瓶牛肉 已經去45元 我自己開的一磅多的急凍牛肉 我自己開的 我免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沒有給大家看我怎樣開牛肉 不過我有另一段影片 是講開牛肉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那好了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牛肉 我這裡加起來應該差不多有兩磅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麼多牛肉呢 因為今天呢 我就想做三個爽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我就想做這個牛肉 辣炒這個豬腸粉 另外呢 又想做這個是 準備做這個是 沙爹牛肉炒韓國薯粉絲 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是沙爹牛肉粉絲煲 好嗎 大家說 好啊 所以這裡足足差不多有兩磅 兩磅 兩磅 真的兩磅 OK 那我爸爸 那我為了呢 這個所有的牛肉 為了一次過滿足所有的條件 那所以呢 我是分開兩部分去拌的 OK 那但是基本上 那個principle呢 那個中指是一模一樣的 OK 行不行 好了 那這樣呢 就 這裡是兩磅牛肉 是不是 那我就要是 首先呢 就是要加醬油 生抽 那加多少呢 2 3 4 5 6 7 8 大概是4茶匙 OK 不用多的 啊 接著然後呢 就 下這個是 胡椒 你等我一會兒 新買的 昨晚用完 胡椒碎 我喜歡用胡椒碎 接著然後呢 就少少少雞粉 本來呢 就不會放魚露的 但是呢 待會呢 我拌一個沙爹牛肉的時候 會放魚露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放了 因為其實魚露都挺香的 那大概 魚露是 兩茶匙左右 那如果大家想呢 這個是牛肉呢 哎 糟了 我又忘了買老抽 老抽用完了 想牛肉炒出來 更漂亮的顏色的話 就用這個是 放大約一茶匙左右的老抽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接著又放麻油 嗯 嗯 下麻油 多與少呢 就 看大家喜歡 OK 好了 接著然後呢 就下燒酒 OK 那就下一點點而已 不用多 多給我兒子投訴 我兒子經常說 牛肉重酒味 那一頭 接著之後呢 就下半茶匙左右的 什麼呀 半茶匙左右的 梳打粉 OK 好了 接著然後呢 就下什麼呢 下生粉 大概 因為我要炒 就不用下很多 啊 那麼 嗯 一茶匙左右 OK 就是這麼多了 還有沒有東西 當然有啦 丁丁 一隻雞蛋 兩磅 一隻雞蛋 好了 接著之後 再加水了 加多少呢 兩磅 即是 根本 即是 900克 這樣呢 就下呢 大概是 300至400cc的水 我加上鮮頭那些 即是那些雞蛋 酒都當是水來的 OK 大家又看看 我有多神奇了 看 可以令到呢 這樣的水汪汪 令到它沒有水 OK 大家又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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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不是還有很多水 對吧 那 基本上 就是 啊 拌東西拌肉 基本手勢是什麼 炸 炸 和炒 OK 幾分鐘而已 啊 大家可以看看 那麼呢 因為那個沙爹牛肉 等一下 其實呢 如果我做沙爹牛肉的話 我就會是 即是會是 呃 現在這個時候 就加沙爹的 OK 但是呢 因為呢 我等一下要用部分 用來炒那些豬腸粉 所以呢 我就不打算那裡 做沙爹 那我就先拌了這裡 拌了之後 然後我隔起來了 我再加沙爹 再拌一拌 那呢 當中呢 有一件事我需要說明的 那麼就 很多專業的廚房就說 就不應該放鹽 因為放鹽呢 就會醃死了那些牛肉的 那這個道理是對的 不過呢 大家要懂得變通 那如果我這些牛肉拿來燒 即是燒那些串燒牛肉呢 我會加鹽的 知道為什麼嗎 加鹽 醃了它一晚之後 第二天 嘩 它出來燒出來的效果呢 就好像雞腎那麼爽口 大家猜不到 大家猜不到 大家看著啊 我一直說的 看到嗎 這水已經開始慢慢沒有了 所以呢 加水這部分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那之前沒有牛肉 就說過那個醃肉的方法 加水是多少呢 豬肉 雞肉呢 就是8比1 豬肉呢 就是4比1 牛肉呢 最高可以去到2比1 這個是我經過驗證的 長年驗證的 那為什麼加水的份量 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因為牛肉呢 它的吸水呢 是比較厲害的 雞肉呢 就是最不吸水的 那為什麼要加水呢 我之前在 好像在 撈肉餅 對啦 撈肉餅那裡我講過的 你要加這個 鬆肉粉 或者是加蘇打粉呢 你想要達到最完美的效果 一定要加水 為什麼要加蘇打粉呢 大家只知道是鬆肉的 但原來不知道呢 蘇打粉其實最重要的科學原理是什麼呢 令到肉類加速吸水 而加水才是令到肉呢 是爽滑的理由 OK 而由於呢 你加了蘇打粉之後呢 肉類的吸水的能力是大增 和它縮短吸水的速度 所以呢 這樣才是加蘇打粉 最大的作用 而真正令到 那些 就是 肉類是爽滑的 其實是水分 OK 然後我也講過了 放進冰箱 為什麼要放進冰箱呢 因為呢 那些水呢 會結晶的 即是在低溫之下 接著之後呢 結晶呢 它的體積就會膨脹的 這樣呢 就會扯 鬆那些肉紋 這樣就達到鬆肉的效果 OK 好了 大家看不看到 鮮條還水汪汪 現在 現在還不可以 因為呢 它還未完全吸收了水 如果這個時間呢 雖然我現在在混合 是沒有水而已 我一停它 它沒多久 它水就會卸出來 那為了呢 要令到它是 更加好去 即是 吸水發揮的作用 這個時候我要繼續混合 這個時候呢 我就用這個 擦的動作 那我也講過了 擦這個動作呢 因為有這個 那些肉的膨脹 即是伸縮的動作 這樣呢 是令到它呢 令到肉類呢 是更加能夠 充分地去吸收 每一方串 每一串 幾乎 都能夠吸取 這個水分的 好了 現在這樣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呢 正路是不是要封油 對不對 但我現在不是要封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先要夾起一些 作為炒腸粉之用 那炒腸粉不用太多的 OK 那 然後我就要分別 這個就封油先 這個小的封油 好 那 封油呢 我們繼續要 是 拿它 OK 好 那這個用來炒腸粉的 好了 這個時候呢 真正 要做這個是 要做這個 拌這個沙爹牛肉 做人就懂得變通了 大家看不看到 我是分開來拌 是不是 同一時間 拌三樣 即是拌兩種不同的味道 大家看不看到 我拌得不夠 我一停了 那些牛肉就走回 那些水出來了 等等 因為 好 這個是沙茶醬 OK 那 這裡我減了 就有一磅半 那我就 加這個三茶匙的 這個沙茶醬 那這個呢 就是拌牛肉的方法 那 茶餐廳 是不是很出名 這個 沙爹牛肉 呢 早餐B 是吧 那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拌牛肉的時候 下沙茶醬 OK 好香 好香啊 一拌下去就 這個時候我先說 可以感覺到它的彈性 和阻力 我們每一下拿起的時候 它如果是完全沒有吸收水分 是很滑手的 但是當我們每一次 拿起又放下 拿起又放下 的時候 可以感覺它那個 即是 那個 阻力 那如果它是 現在好像這樣 咦 這樣 就覺得它沒有那麼滑手 那就OK了 現在很明顯 它吸水吸得更厲害了 那這個呢 就是拌沙茶醬牛肉的方法 OK 那那個是 調味料是怎樣調啊 本身呢 沙茶醬是甜的 OK 所以我們不用放糖 那就是 兩磅喜計 OK 這個 四茶匙的 生抽 一茶匙的老抽 然後呢 就是兩茶匙的魚露 一隻雞蛋 燒酒 胡椒 雞粉 呃 梳打粉 那呢 這個是 梳打粉呢 兩磅來計 就 給半茶匙就夠了 OK 接著生粉 麻油 這樣呢 這樣拌完之後 這個沙茶牛肉 就很香了 很入味的 所以呢 到其實我做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 就是我正式 例如做那個 沙茶牛肉粉絲煲 那呢 我就會 是 放很少沙茶醬 就已經夠了 主要是用來起鍋 OK 因為那些牛肉已經入味了 好 真的吸水了 這次 這次 封油 封油一樣 適量油就可以了 這樣呢 就要那些油 就要拌到它 吃光 那些肉為止 這就是最完美的 這個 有觀眾說 我對於拌肉 就很堅持 是啊 我覺得 如果你是想做一道好菜 拌肉呢 這個過程 是不能抹膚的 你一抹膚的話 它的食味 就立即是大打折扣了 好了 那我就拌完了 那 這牛肉呢 其實呢 就不適宜 這裏關於切牛肉 我就不建議大家切得太薄的 除非你立即食用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看看 我已經切到下去 差不多兩分厚了 但是結果呢 這牛肉你看看 一拌就散了 那很多牛肉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那些牛肉呢 那些牛油 在你拌的過程當中 它會分解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些牛肉呢 就會 就是 本來就是完整的形狀 你拌一下拌一下 發覺它呢 就拌到一坨東西 OK 那我現在呢 要分開它 如果不是等下呢 我到煎的時候 它就一坨了 真的 黏在一柱了 OK 那大家可能 也有個經驗 就是 咦 為什麼我煎牛肉 為什麼我煎牛肉 都不是一塊一塊 而是一柱一柱的呢 因為你拌的時候 它那些 牛油開始分解 然後呢 那些筋 就黏在一起 所以呢 就幾塊牛肉 黏在一起 那你永遠這樣 你那些牛肉 就很難煎得透 煎得它 每一塊牛肉 你看 這整柱 那我們就要分開它了 要人手 這些小細節 真的不可以馬虎的 OK 那這些 當然很多影片 都不會告訴你 原來是這樣的 OK 那我現在主要做這個動作 我不是燈時間 真的不是燈時間 不過如果有人說我燈時間 只不過他不懂得欣賞 而且不知道原理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就要拆開那些牛肉 等下呢 即是我要正式下煎的時候 我就好煎 你看看 本來是兩塊 然後黏在一起 牛肉 就是這個特色的 即是牛油 它會溶解 在你攪拌的過程 它一預少少熱力 它就會溶解 所以很多時候 牛肉 很難去 好像豬肉 肉片 一塊一塊 形狀可以維持到 牛肉 就很難維持 好 那我就搞定了 然後我拿一葉 放進冰箱 冷凍 一晚 明天拿來做 那呢 那個 牛肉呢 就用來炒 這個豬腸粉 做豬腸粉 我不用介紹了吧 切蔥不用介紹了吧 直接開鍋 直接開機 好嗎 拜拜 謝謝 不是 待會見 好了 大家下午好 那 粉腸教當然要找食物 今天 做一個 Fusion 炒粉 什麼Fusion 炒粉 下了東西再說 我又是一剔 今天我想做 沙爹牛肉炒 這個韓國豬粉絲 喂 白街買的 就認住了 認住這個樣子 OK 這樣的樣子 OK 好 那 那 我首先呢 我現在下了材料 然後慢慢再說其他 儘量一剔 我不想關機 那 先下了味 現在呢 就要灑薯粉 第一件事 一匙鹽 一匙糖 跟著就 一匙雞粉 那 正式呢 專門廚房 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即是不會落味去煮的 但是我們 家廚呢 是可以做這個方法 其實可以令到 那些味道其實更加均勻 OK 好了 下少少油 即是其實好像煮米粉 好 跟著之後呢 下 這個薯粉 那 一包呢 就夠三個人的份量 OK 三個人的份量 那 我現在呢 就 我先攪了些薯粉 先 跟著之後慢慢介紹其他東西 好 其實呢 我們講 講 即是家廚呢 炒粉 我先計三分鐘 那 這個 韓國薯粉 標準的 印象 就是要煮六分鐘 因為我要炒 所以我三分鐘就夠了 就不用做足六分鐘 OK 三分鐘 那 那 其實呢 我們家廚呢 就 有比專業廚房 就更加是 現在 大家一邊看著它的質素的變化 一邊聽我說話 其實呢 我們家廚呢 是比專業廚房更加靈活的 即是不需要考慮 我一定要吃乾炒烤殼殼 或者一定要吃這個 雪菜花蠟絲燜米 那 其實燜米都可以放很多料 的 OK 炒米粉我都炒了很多個 是不是 那 炒的時候 我不一定要炒這個 米粉 不一定要炒 炒我們中式 我用 外國的材料 可以嗎 可以 那 其實薯粉 就不只是韓國的專利來的 那 就四川薯粉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很出名 潮州 都有出 福建都有出薯粉 OK 那因為薯粉呢 其實是我們東亞 或者 即是東南亞以東的地區 其實都幾普遍下的一種食材來的 那 其實 韓國人都有薯粉的 OK 那 但為什麼我這一次會用韓國的薯粉絲 而不是用 就是中國的薯粉絲呢 因為 在他們製作 就是原料是一樣的 但是製作技藝 或者各樣 我會覺得 韓國的薯粉絲是更加適合炒的 而中式的薯粉絲呢 是更加適合放湯的 那其實中式的薯粉絲 我已經做過兩次 拍過兩條片上來的了 就是那個什麼鹹豬骨呢 燉粉絲呢 我就用中式薯粉 OK 那它很好吃的 但是呢 如果說炒來講 我始終覺得韓國粉絲會比較好些 那我其實呢 炒韓國粉絲已經做過一次了 記不記得我的家鄉炒米粉 鬼馬 鬼馬家鄉炒米粉 我就是混了韓國薯粉絲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雖然我現在用的是中廚的技巧 但是其實食材呢 大家要放鬆一點 就是可以有其他國家的食材 OK 我先弄一弄它 那它鮮頭呢 很硬 然後呢 其實呢 我們一煮呢 其實就差不多可以了 現在就快可以了 那我介紹一下其他材料 嘿 一樣是有我的My Favorite 椰菜 為什麼我很喜歡用椰菜來炒粉呢 因為椰菜呢 它很炒啊 難炒爛啊 不會出水啊 OK 它生吃都可以了 OK 好 接著之後 炒粉 我們 下兩隻雞蛋 OK 接著之後 這東西來了 我醃了一晚的 沙爹牛肉 那呢 前面那一部分呢 醃沙爹牛肉 大家都看過了 現在呢 就是 一晚之後的結果 沒有什麼水出的 OK 沒有水出的 OK 那就為之好Good Fit 其實呢 這個不是100% 是我最佳狀態 不過 但都已經是 很好洗的啦 好了 這個時覺我拾火先 接著後呢 我便將那個 薯粉絲 拿去 拿去 弱兩 用一下 過中你先 如果職業廚房的話呢 就不需要過中你這麼ег 用過中你這個動作的 但是呢 我們加廚是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職業廚房呢 它是用風乾 tasted糧的方式 OK 但是我們家廚的話 就不可能有這麼大地方 通常那個製作時間都是比較急速 不會有時間讓你整個工作台 然後在這裡攤開它 所以我們是需要過一個冷河的 這樣可以防止那些薯粉絲繼續受熱 然後就吸水 可以嗎? 好,接下來我做什麼呢? 我就要做煎牛肉醬油 現在繼續燒鑊 我先拿些廚紙抹乾它 為什麼一定要抹乾這個動作? 因為可以快點加熱 好,那就等等 我現在燒熱的期間 我處理一下那些薯粉 這樣就不讓大家看了,OK? 好,大飯呢 其實我常常不厭其煩 讓大家去燒鑊 大家都看到過 無論是炒菜也好 煎菜也好 我一定會燒鑊 因為其實燒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燒鑊基本就是燒到它出煙 然後下油 OK,接著就拌勻油 等它再出煙夠溫度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炒了 我再說一次 酒油和煎的分別在哪裡呢? 酒油就是一直用大火 煎就是當它再起煙的時候 我們就要關小火去降溫 才放料 這樣就不一樣了 酒油其實一個很主要的作外是什麼? 讓它產生梅立反應,OK? 那梅立反應是什麼呢? 就是讓它表面焦香 然後呢 那個芯呢 就是未熟的 好 自己有個好處 自己炒 可以什麼? 可以 可以 喜歡放多少料都可以 是不是? 等一會吧 拿一隻碟先 準備定 這樣呢 無論酒油也好 煎也好 下完之後 不要管它 不要手多 要有耐性 我強調很多次 很多影片 我都一開始就說了 為什麼呢? 這樣就不會黏鑊 這樣就會煎得漂亮 好了,現在就好了 所以通常呢 我一下完這個肉之後 我就會做其他東西 做其他東西做完之後 剛剛好的時間就剛剛好的,OK? 大家可以看看質感的變化 我一直都是用大火的 OK? 這個就是走油 不是煎 好了 當牛肉呢 去到大概是七八成熟 就可以拿起了 好 那我們加廚就 跟專業廚房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通常呢 一隻鍋 直接過的 用回它的油 一直是用到底的 那現在就是了 因為煎完牛肉之後呢 它會有水出的 那我現在浪一下它 等那些水蒸氣快點蒸發 那些水分 哇,好香啊 好香啊 那些沙爹味 那些牛肉 大家看到前面 我是用沙爹去醃的 OK? 那它是潮州人式的 醃牛肉的方式 那只不過是其中 一個醃牛肉的方式 那大家如果有留意開我的話 大家都知道我上年是 拍了一條 就是專門是醃牛肉 開牛肉的片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看一下 那我就去看 好了,現在夠熱了 我放一點點 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打蛋 好,這個時候 蛋就立刻撩爛它 那,炒粉和炒飯的蛋 就不一樣的 炒飯的蛋是要怎樣呢 我們要炒到它熟了 炒飯的蛋呢 就要半熟就放飯 OK? 好了,這個時候蛋熟了 等等,不夠位 好 好 放了些薯粉下去 炒均勻它 等呢 那些薯粉呢 是沾了那些油為止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先頭還有很多油 是不是? 現在沒有了 這些薯粉吸了油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下味了 那這裡來講呢 大概鹽糖味 各一匙就差不多了 那因為我們要預算 那些菜的調味 那如果大家怕鹹呢 就下三分二匙 然後糖可以多加一點 一如以往 因為我們香港人呢 在口味上是偏甜一點的 所以糖呢 我們可以多加一點 那大家不用怕不夠味 因為先頭我煮這個薯粉的時候 就已經下了味了 那雞粉這一道呢 這個步驟呢 就可以下少些 隨便下一下 點一點味就可以了 那先調味先啦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將那些牛肉呢 就放回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放在椰菜 下去 好 因為這些椰菜呢 即是我們的鍋 通常加廚的鍋 就不夠大 OK 那所以呢 那些椰菜呢 我下了椰菜之後 我們就要是慢慢夾 到它呢 就是墊底為止 OK 還有記住 大家如果想炒粉的牛肉呢 炒得剛剛好呢 千萬不要煎 走油煎到它熟 七八成很 好 起鍋了 OK 那現在呢 等椰菜呢 就是熟 少少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最後一個 調味動作了 那些椰菜 那些椰菜 大家看到嗎 先頭拱起了 是不是 它一受熱呢 現在它差不多了 開始縮了 啊 大家一看我那個 那些菜的比例 是不是很厲害 是啊 我經常都說 與其講求 小糖 小油小鹽 我覺得是錯了方向 就是錯了方向 不如平衡飲食 是吧 吃多些菜 OK 不要偏食 我覺得這樣比較重要 好了 這道菜呢 就不要炒得太熟了 這樣它一縮就開始了 這個時候做最後調味 是什麼呢 我又忘了買老抽 幸好還有兩滴 蠔油 大概是一茶匙半 OK 跟著之後 老抽 一茶匙 還好 你看看 好像大便一樣 沒有辦法 放開它 等一下一定要買老抽 跟著之後 就生抽 又是一茶匙 生抽可以給一點 好 跟著之後 這個呢 就是中式加韓式的Fusion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放蔥進去 很多蔥 很多菜 放蔥之後 什麼時候收火呢 就是聞到蔥香就收火 這裡足足是兩個半粒排 三個人的份量 OK 完成了 吃碗麵了 又有蔥香了 這個是沙啤牛肉炒韓國粉絲 這樣就完成了 炒的技術就是和乾炒鵝炒米粉差不多 OK 等我上了碟 然後再跟大家去總結 粉絲和米粉不一樣 它會比較黏黏的 米粉可以炒得很乾 但是粉絲很難炒得很乾 粉絲很難炒得很乾 好 很香 快點可以吃 來吧 大家這樣說 在疫情當中 大家吃飯就很悶 天天吃炒米粉也很悶 炒可粉也很悶 炒腸粉也玩過了 今天我們先炒韓國粉絲 韓國薯粉絲 是不是又多樣款式 又多個選擇 OK 好 完成 吃碗麵 好 現在就和大家做總結 等我一會兒 拿一塊厚布才不會很容易 好了 大家看看 可以嗎 有沒有吃肉 其實有幾個重點 我現在就總結了 有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這個炒韓國粉絲 你就用乾炒牛河乾炒米粉的炒法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鹽它如果不夠味的話 就可以學戰我這個做法 就是用沙爹牛肉 醃沙爹牛肉其實很簡單 不會複雜過你是醃普通的牛肉 第三就是均衡飲食 多點菜 OK 大家看到的 先頭我一開始是加很多油 我要預計 就是要預計那些粉絲會吸油 預計那些菜會吸油 OK 最後出來的 outcome 就很平衡 大家不用擔心會多油 OK 最緊要這個菜 我以這個炒米粉的特色 就是多菜 是吧 還有呢 我小魔怪是喜歡吃肉的 所以多肉 在家裡 是不是可以任意配搭比例 但如果在外面吃 吃多兩塊肉 你都難了 是不是這樣說 給錢就有 對嗎 OK 大家宅在家 這麼久了 希望有多個新花式去玩一下 又多種新款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通常下午是不吃飯的 因為我習慣 我由幾十年前開始 我家裡都是的 下午通常吃粉 吃湯粉 吃炒粉麵 很少會吃飯 晚上才吃飯 這是個人的家庭習慣 OK 大家參考一下 不說了 煮好東西當然是吃東西 拜拜